感谢您所听发频道 陈光第一线 农历新年期间很多人都会悉心布置家居 让家里看起来更加的有春意 那么除了买得到的装饰品 一些人还会特地订购手工制作 独一无二的传统事物 那么您有没有留意到 有一些家庭的门口会挂上一块红布 那么边上也会垂挂着两个绣球 这就是华族传统的门才 那么要订购的话要去哪里买呢 本地还有人在制作这些传统的喜庆用品吗 联系三天的新年专题系列 将会带您了解本地人的过年传统习俗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拜访一名门才师傅 看他为什么坚持留守传统行业 过年过节忙着为人们做绣球挂门才 早在农历新年的前一个月 55岁的翁泽峰便开始忙碌起来 他要在除夕之前 完成客户定制的刺绣和装饰物品 翁泽峰继承爷爷翁展发的绣装店 已经有20多年 1937年翁展发在本地 统办来自中国的刺绣货品 喜庆听彩 门彩 戏服和神坛用品等等 翁泽峰深知自己继承了 即将消失的传统文化 所以每一针每一线他都逢到尽善尽美 我是看着我爸爸怎么样做 那么就hands on 就学起来 那么我这个人呢 我是很喜欢DIY的东西 那么我就看他怎么样做我就拿起来做 好几次都给他骂了 就是给他说你不要做坏的顾客定的东西 那么就慢慢慢慢学起 从那个时候做得不好 他就来教我了 绣球门彩也称为红彩 定制门彩的客户主要是 庙堂 工会 酒店 生意人 甚至是一般的家庭 有一个故事说 有这个怪兽就是年了 那么他们就打鼓 敲锣 这些怪兽看见红的东西 他就跑掉 所以一想来他们就挂一条红布 从红布呢 然后现在慢慢就换了 就越来越漂亮 制作门彩的关键在于绑扎绣球 要把绣球绑扎得圆润而匀称 需要一定的功夫 我们的这个做法呢 整块布不接不减 的意思是说 从头到尾都是顺顺利利 这个是从以前我附近交代下来的 跟其他的做法不一样 有一些他们做法是做了球 才绑上去这条红布 或者这个红彩 我的是整块布 来绑成两粒球呢 给它平均呢 是不简单 那个尺寸那个量法要很准 又弄到那个球圆圆满满了 这个也是就要靠个人的功夫了 通常红彩是没有图案的 都是挂在外面 大厅呢 他们还有另外一条彩 我们操作人叫做 过厅彩 就是过厅彩 通常图案都是巴仙 花鸟 或者一些不同的花瓶 这些彩都是用来装饰家里 给它比较美观 尤其是华人 一个气氛 就是过年的气氛 他们就掉一条这些 特殊的横彩 虽然他的三个女儿 都没有打算继承家业 但是他却坚持守下去 能守多久就多久 都做了三代了 我懂得 我还在 我不要放弃 我还有很多老顾客 有一些顾客是三代的顾客 每年还回来找我 不过有一些顾客呢 他两三年才来找我一次 为什么呢 他说你的秀球太好 可以耐到我两三年 就是说很高兴 听到顾客这样讲说 哇 你的东西做得太好 他们很满意 我也是很满意 除了保留传统 翁泽峰还懂得发挥创意 制作出古朴秀美 而又实用的现代物品 比如说呢 这一些灯罩 还有桌垫等等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他如何画腐朽维生机 翁泽峰的店铺 像一个私人博物馆 收集了很多 手工精细的刺绣织段 不少老顾客 也把祖传的刺绣 交给他修补 并给他空间发挥创意 制作成新的产品 这个是以前有一个顾客 他给我了一个挑战 他说可以把这个旧的刺绣 用成我能用的东西吗 就是他们叫做 Lifestyle的用法 我说你要做什么呢 他说Table Runner 我说Table Runner OK 我就去看看Table Runner的形状是怎样 然后我就做出这一条 这一条 这条龙是旧的 差不多有60多年 然后从这里开始 都是我自己做的 连那个须 这个须 现在这种须找不到了 这个网须 这些要一条一条 都是丝绸做的 不是现在的是属于synthetic的 我都把这些华人 这些季祥的传统的意义 分享在里面 就是尽量的有五个颜色 代表五个吉祥的意思 这个是蝙蝠 这些就是从我旧的这些刺绣 有时它的底已经烂了 我就把它剪出来 就去找那个底 然后我这个才缝上去 边方面 好像你看这个刺绣有这些边 我就自己也是要做这些边出来 来配合它的颜色 一条条的小边 这个不是现货的 这个是要买一块布 然后在这里来剪 剪了才来烫 这个慢慢车上去 给它均匀了 这个是一个灯灯灯灯灯灯 这两样特色 就拿去英国 几年前拿去英国去那个 London Arts Festival 去展览 差不多一个月 我很高兴 那个时候 由于最新鱼这门手工艺 汪泽峰往往做到夜深人静 也不觉得辛苦 以前小时候 我父亲也是这样 凡是做什么东西都是做到很晚 很晚我母亲就来骂他 你还不要睡 所以几点了 后来他跟我解释说 那个时间很近的时候 做东西最好 所以我以前也是小时候 所以爸爸不懂在做什么 现在我了解了 我说真的 那个时刻很近 自己越做就越爽 就是这样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晨光第一线 如果您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浏览我们的Facebook网页 或者是八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以及应用程序 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三 在这里要再次祝观众朋友们 新年快乐 我是蒋焕 我们再会吧